第1661章 局势又是五年过去了 明清官 这是宇宙中曾经的一座重镇 处在天庭的统域下 可而金却成为了无主之地 导致人心惶惶 有人说 神帝要打来了 也有人说 龙族天女将至 邪黄道法器杀来 天庭不能阴风 只得提前退走 整颗古星只有一座城 主要是这里有一种五色宝树 能接触金石 试住五色祭坛神物 而因此让这里成为了重地 天庭真的不行了 一位首领悟道失败 多半身陨了 那个人魔也不见了 天庭必会遗落千丈 我等还是赶紧走吧 乱世人惶惶 许多人失去了信心 从玉门离开 远顿他乡 这里毗邻光明族 他们的青金烈神壶虽然碎了 但是神奇却活了下来 而且据传有 绝代高手作证 正在扩张 该不会要吞并这里吧 人心浮动 修士们都很不安 且 就在这一日 光明族强者真的来了 宣布将接手此地 明清官从此被该族掌控 而今 宇宙中各种大势力 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吞并 占领有物产丰厚的星辰 进行掠夺式的开发 因为所有人都有预感到乱世道了 急速储备 这是天庭的疆土 步众虽然暂时退走了 但你们也不能这样侵吞 有人不服 天庭 不行了 已经快瓦解了 从此这个地方归光明族所有 不服于挑衅者 杀无赦 降临在此的统领冷酷地说道 话语无情 这只是一个缩影 宇宙各地 天庭曾经的疆土 在快速地失去 大片的地带 被人侵占与蚕食 三百多年来 天庭发展得很顺利 大圣出了很多尊 天兵天将上十万 威震八荒 雄士各大兴域 可而今一切都变了 随着古皇子出世 准地级人物的并起 若没有这样的首领压阵 还想威灵天下 根本不够看 又失去了一座重镇 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天庭总部 历天冷笑道 有什么办法 我们现在收拢人马 不去出击 这些人会越发地得寸进尺 天庭内部 人们内心并不宁静 但是却也没有出击 这些年来 天庭也算是一个庞然大物了 统域的星辰很多 可现在准地当空 他们的曾经的辉煌 就显得暗淡了 叶凡出了问题 任魔老爷子去狩猎 已经数年不见踪影 甚至被外界一度传言陨落了 现在折服 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昔日 还算平和 打过交道 有不错往来的一些大势力 而经蠢蠢欲动 而一些更是 已然开始蚕食他们的重镇 让每一个人都脸色难看 形势比人强 在当今这种情况下 神厅还没有大举功来呢 其他势力就已经不安分了 龙女又来了 持黄道法器现身 寻找天庭总部 据说她有了新的突破 这次看来 是想全灭我等 天庭内部 不少人皱起了眉头 万龙朝的天女神色冷漠 头上悬有一条紫色的大龙 飞过一片又一片星空 无数星辰在其身后倒退 她也安排妥了族人 放心上路 她不怕人魔再出现 以及威胁盗族人的安全 这次来 就是要杀得天翻地覆 扫灭所有敌手 这颗星辰 曾经属于天庭重心之一 据传圣禅子同经 他们的天兵甲咒 多是采集此地的金属炼制而成 有追随者介绍 龙女什么也没有说 伸出手指一点 黄血沸腾 那根手指快速放大 直击而下 压在了这颗星辰上 咔嚓 这颗蓝色的星辰瞬间炸碎 在这准地强势一击下 毁灭了个干干净净 天庭部众虽然大部分退走了 但还是有少部分在开采铜金 结果很可悲 全部死去 消息一传出 顿时让这片区域一阵大乱 龙女又来了 而且这般强势 让人都生出了一种 狂风暴雨接来袭 将要最后决战的预感 人魔是否真的战死了 这么长时间不出 引发了很多人的猜疑 现在这种传言就更加多了 几乎就是在这同一日 这个区域其他重镇 很快就被各族瓜分了 掠夺式的采决 夺取神铁 原矿等 想不到天庭没落得这么快 看来当时不为准地 一切都是虚 没有这个极数的人物作证 不行啊 现在 像天庭 地府 神庭这样的大组织 能有数个 排在第一序列 必须要有准地 不然根本防御不住对手的攻击 另一片区域也很糟糕 黄金天女来了 她对破坏星辰 没有什么兴趣 但是却扬言要清除天庭所有不住 赶尽杀绝 她进行了威慑 奉告天将 尽早脱离天庭 否则一旦等杀过去 必然要血淋淋地扫清 全灭他们的族群 原本一些与天庭交好的族群 也曾顶着天庭不住的名义 现在全都静若寒蝉 纷纷退出 甚至有些反戈一击 去杀天庭其他不住 当然 这仅是外围成员 真正的天庭众早已退走了 尽管如此 也给人一种感觉 天庭将崩 这种瓦解速度再变快 似乎已经阻止不了 外界纷纷扰扰 人心惶惶 神明也来了 它像是一个幽灵 手段霸裂 崩断了天庭中的一条古路 血洗了一地 让人胆寒 内忧外患之际 神庭也传来了消息 地主的次子出面 言称不久将开始行动 与天庭开战 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疆土 事实上 这自然是借口 天庭还未曾进攻过他们 一直处在被动地位 他们不过是想为灭掉天庭 找个借口而已 这自然是大事件 很多人都在猜测 究竟是否为神庭地主 挡住了不死天后 现在他的次子出面了 将掀起一场大战 又是一场大风波 神庭地主共有九子 全都很强大 现在次子出面 如果没有他的认可 打死人们也不相信 形势在崩坏 人魔东方太一 误杀到了宇宙边荒 被困在了一座浩大的法阵内 遭遇了一个被放逐的危险种族 展开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破阵激战 齐罗将神庭的战书 丢在了桌子上 脸色阴郁 情况在恶化 越来越向坏的方向发展 大敌当前 准地来袭 总不若暴露 众人必然危矣 不怕 有男男在 即便他们能寻到这里 也都得下回去 哗哗道 啪的一声 黑黄在他的光头上 拍了一爪子 道 我们什么时候这么憋屈过 让一个小女娃庇护 你不觉得丢人吗 我这不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吗 花花叫驱 众人神色都不是很好看 几大强敌来袭 咄咄逼人 神庭更是发难了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这是在逼本皇发狂 大黑狗神色不善地说道 将所有材料都准备好 我全部 刻成大地杀阵 一两脚残阵伤不了准地 那么就来他几千份 几万份 不就是烧神料吗 大不了一穷二百 我们回到从前 黑黄发狠 准备挥霍掉多年的积累 全部刻成残缺的大地杀阵台 到时候 天兵天将人手一份 活活堆死大敌 那是三百多年的积累啊 众多资源新陈的开采 一亿全部毁掉 有人觉得心疼 就这么办 他们不是嚣张吗 让他们看一看 什么才叫爆发祸 燃烧神料 活活堆死他们 黑黄恶狠狠地说道 我已经遣人去了千木岛 猿谷种神话岗等相传 有古代大坟的星域 相信很快就能寻到断德 将吞天盖借来 李黑水道 西年一战 地气几乎净毁 吞天魔冠特殊 至奸至强 并无受损 遗存了下来 冠体在图田手中 身为小土匪 李黑水自然 可以从大寇手中借来 只差断德的半剑了 圣皇子师伯 应该也快回来了 到时候 给他们好看 积承道说道 在天庭不中锦罗秘谷 进行备战之际 遥远的一颗星辰上 营铺前 叶凡依然在盘坐 姬子月静静地守护在不远处 在那里节奴而居 叶凡在蜕变 整整五年了 体内经纹响个不停 浑身每一寸肌肤 都烙印上了符文 有古代至尊的残迹 也有自己的法则 纠缠在一起 而后化成秩序神恋 这是一条条 如同铁链的实体诅咒 将她捆在了牢笼中 五年蜕变 她不断地抗争 想要正开束缚 紫月你回去吧 我感觉是时候了 这一日 叶凡传音 好 姬子月点头 她并没有多说其他 不曾单个时间 很理解地走入玉门 从这里消失 什么 师父要突破了 当天庭众人 得到这个消息之际 哗哗吃惊 而后天庭部众立即沸腾 本作没来晚吧 打他们的满脸开花 龙马 金翅大鹏等回归 这些年 他们去探索一片 神话时代的古域 而金终于回来了 不安 我们得准备一些后手 叶凡突破的时候 不要被人干扰 黑黄道 事实上 已经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了 就在这一日 一声沉闷的响声 在遥远的星域深处爆发 起初外界人并不知晓 可是这场天节太过恐怖了 竟然持续了数日之久 时间长得吓人 而且 波动剧烈向外扩散 震惊了路过的古圣贤 黑黄他们虽然来了 但是却来不及布置后手 根本不能阻挡这里波动的扩散 你们赶紧走 不用为我担心 通体都被秩序神殿 锁住的叶凡大吼 下了死命令 不让他们靠近 立刻消失 天庭部重略做迟疑 而后大军如潮水般 进入星门 就此退去 是他 竟然又渡劫了 难道摆脱了困境吗 可惜没有机会了 有人飞快赶来 准备破坏叶凡的大劫 没那么容易 想挣脱出过去的阴影 踏出自己的路吗 不 该终结了 第1662章 崩加索 这是准地级波动 惊动了六合八荒 珠强站立 有人在快速接近 不想给叶凡真正强大与崛起的机会 哄 神雷灭世 浩瀚心欲被雷光淹没 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到了星辰 全都雷霆击碎了 很难想象 这是多么大的雷结 叶凡远离生命地 进入荒芜死寂星系 不然的话 任何生灵都剩不下 全部要化成飞灰 闪电交织 每一道都如一挂星河 银芒很长 划过黑暗的宇宙 灿烂到让人震撼 事所仅见 过去人们不曾见过这般巨大 覆盖如此广袤的雷海 这简直要跨星域了 不可思议 可以说超越了常理 一道电芒横空而去 脱离这片区域以后 依然毁掉了一颗又一颗大星 像是一朵朵鲜花在绽放 耀眼而美丽 这种景象 让人说不出话来 太过剧烈 太过可怕 太过强大了 这还是准地劫吗 人们几乎怀疑 这是一位大帝在渡劫 当然 没有人见过地劫 这只是人们的猜想 因为目前的准地 似乎还没有人弄出过 这般大的动静 叶凡怒吼 在雷海中沉浮 他遇到了大麻烦 再为生死而血拼 再为活下去而战 这才是完整的准地劫纳 同上一次相比 天壤之别 恐怖的惊人 连叶凡自己都心惊肉条 所面对的危险 超越了他的预期 九死一生都说清了 简直是在面对一个死局 数日过去了 他引在荒际的死星系 原本早该结束了 可是只因为磨难众多 他的天法与众不同 到现在 雷光在还在暴闪 暴露到了外界 雷暴如海 叶凡四一夜偏周 在那里颠簸 起伏 随时都会被打翻 葬身在这汉海雷霆间 此时此刻 他浑身血淋淋 他在与大帝征战 在与古皇对决 那是一位又一位至尊 绝代风华 盖世无双 上一次这些人没有出现 那是因为准地结不完整 有缺 今天全部爆发了 汪洋积天 粉碎星空 灭世不过于此 叶凡厮杀 他不都知道 与多少人征战了 身体都被打残了 白骨快飞溅 金色的血液引爆雷海 红色的血液内 大道符纹闪烁 漫天都是 他眉心中的金色小人 也冲了出来 不知道被劈碎了几次 但却全都重组了 与那一道道地影厮杀 对抗 杀 叶凡战斗了几天几夜 筋疲力竭 但是他依然在嘶吼 坚韧不屈 不肯放弃 因为他知道 一旦退缩 一旦闭上眼睛 那么就会永远地沉眠了 再也复苏不过来 嗡 对面 一个手持战斧的人杀来 如同一个大魔王 毛子是金色的 赤胜无比 杀气恐怖滔天 乱骨 叶凡很疲惫 但是却不得不打起精神来 又一位年轻的大德杀至了 一抚披来 毁天灭地 腐盲如海 面对第一击 他没有躲避 而是承受了 利用少年大帝的规则 来轰击自身的枷锁 借以打破智骨 挣脱牢笼 破 叶凡双手 夹住那柄战斧 寒光闪烁的锋芒 直接蔓延进了他的身体中 让他浑身的骨头崩断 血肉滤动 躯体几乎炸碎 这近乎是自残 但却是必须的 因为这三百多年来 石皇 神须之主 光暗之尊 轮回之主等人的道 则残迹 在其体内胶织 化成了一个茧 更像是一个牢笼 将他的法与道埋葬 现在叶凡目 欲准地结 借助古之大地的道法等 来锤炼己身 让自己脱困 这像是一把 又一把锋锐的战剑 刺进牢笼 助他解除束缚 当然 这样做也在伤他己身 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数日来 他一直在承受这种痛苦 雷伐之所以不结束 就在于此 他在雷海中争渡 每当要沉沦 都会怒吼一声 想到过去 现在 未来种种 让心中的执念化成一团火焰 断烧灵魂 令自己保持清醒 痛苦的挣扎 磨难的延续 对于叶凡来说 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苦恶 也是一次机会 闯过去海阔天空 失败的话 则永坠地狱 一位又一位大帝出现 一位又一位古皇毅力 等待着去征伐 去大战 叶凡撒下了太多的血 骨头都碎掉了 也幸好而今 恢复了一惊人 且这雷杰劈开了他的肉体 让他法语到活跃起来 利用着自密治疗 不然的话 他就是有十条命也死去了 好可怕的天法 从来不曾见过 这超越了极限 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幽冷中 带着金颤的声音传来 一口青铜巨观悬浮 上面刻着地府名图 有厉鬼呼啸声传出 鬼气淹没天地 当中做起一个人 虽然不是准地 但是却极度危险 阴冷的气息铺天盖地 源自他手中的一幅画卷 幽名图 一代又一代传下来 今天终于耗掉了 不过用在圣体上也值了 这是一件准地静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准地气还恐怖 因为这是一次性的爆发 用过之后 此气就废了 神能惊人 哇 古图横天 如一片星海在闪烁 内部一片又一片星河缭绕 围着一片死气沉沉的地府世界 在这一刻他爆发了 显然来人准备充足 静气破开雷光 直眉当中 不曾提前毁掉 且有阴鸣气滔天 震动了这片星雨 嗯 这是杜杰文 暂时避国上苍的清算 化开雷杰 熔炼出一条通道 这种无上的阵文 不是早就失传了吗 居然又显了 这是当年的杜杰天尊 创出的阵文 不曾想落在地府中了 显然来的人不止一个 都在密切地关注 一个个眼中 闪烁着无情而冷漠的光芒 叶凡很虚弱了 身上快没有了力气 迎战完乱骨 又对上了神残皇 而此时一副古图破天 进入雷杰中 要将它碾碎 地府 叶凡看到了图中的星河 也见到了中心处的 鬼气与森罗殿 也没倒数 他咬破舌间 张嘴喷出一口道血 以此强打精神 哄 兵自觉奏效 他想夺近气的控制权 以此轰杀向神皇 欲让两者大碰撞 可惜他并未能如愿 近气通天动地 以他这般的虚弱的状态 不能绝住 名途稳若磐石 始终不变地朝他震杀而来 那就来吧 我身上的至尊残痕够多的了 再加上你又如何 叶凡身体铿锵作响 一道又一道 粗如臂膀的秩序神链飞出 他像是一个万手神魔 法链化成了巨手 抓向那张图 哄 幽名图崩溃 演变为 一股汪洋席卷向叶凡 这是可杀准地 灭绝带强者的宝图 这个时候 威力终于体现了出来 灿烂的光在闪烁 叶凡自行解体 血液中蕴含的至尊道文等 全部扑击向前 与那茫茫如海般的 禁气规则秩序 相撞在了一起 他的血肉与盗骨都在燃烧 这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大战 以自身去承受 不过在此期间 他的元神不曾沾染地腐气 被万物母气顶收入当中 严密地保护了起来 惊天的大碰撞 璀璨的光芒闪耀 让天结之光都暗淡了一些 神皇站在一旁 没有出手 冷漠地看着 像是真的有神石入主躯体中 叶凡粉身碎骨 血在燃 骨再烈几乎化成了一股光焰 古代至尊留在其体内的残痕神炼 与那图同时炸开了 这几乎让他走向了自毁 结束了吗 一声森冷地哼声传来 青铜观中的人笑了 像是在欣赏一片花雨绽放 飞洒 我是不死的 茫茫雷海中 传出了叶凡那冷淡 而又射人神念的声音 那燃烧的血肉熄灭 碎掉的骨头重组 躯体艰难地再现而出 这一次震杀 击穿了至尊残痕的封锁 让他能够动用的法语道 更加多了 得心应手 叶凡的元神 没有立实复归体内 从顶中冲出后 双手滑动 将漫天的鬼气 还有地府阴火招来 淬炼元神 肉身已然经历过 他想让元神也有一番体验 所有人都到吸冷气 这简直逆天了 他们不会想到 古代至尊的残痕 会这般可怕 封在叶凡体内三百多年 两者共存 他们的攻击 相当于再帮叶凡破除牢笼 你还有什么手段 叶凡一声咆哮 一步迈出 行字绝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时间停止 又像是倒转了 他瞬息 就来到了青铜关前 撑住了天结 不让他落下 你 观众人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 心中震战 叶凡的速度太快了 让他反应不过来 看着头上雷光暴动 准地结滚滚 他的脸色煞白 即便叶凡不出手 他也必死无疑了 雷霆落下他 必成飞灰 为什么 他心中颤抖 充满了不解 那件静气 绝对可以杀准地 是地府最宝贵的仙真之一 收藏无尽岁月了 今日才拿出 不曾想却无效 结果超出了场礼 叶凡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冷漠地看着 而后扑的一声 直接将他撕开了 鲜血飞溅 而后抖手 扔进了雷海中 扑 只有一股青烟冒起 连同青铜关在内 成为陈辉 叶凡长笑 雷光暴动 整片星域轰鸣 震动 星辰早已不在 只有虚天与混沌电光 他要成功了 杜结到了最后关头 可以看到 那毅力在虚空中的 一道道大地身影都淡去了 持续了数日的雷结将要结束 这预示着 叶凡将打开法道枷锁 真正崛起了 这种景象 这种雷法 试问天下 有多少人可挡 第1663章 四方云洞 猛虎咆哮 吼碎了雷海青天 一头巨大的神虎出现 浑身有斑纹密布 有石灵 有血肉 长相凶猛 准帝来了 这是一尊强大的准帝 不知道来自什么地方 两只眼睛跟红灯笼一般 血红而吓人 他盯住了叶凡 浑身倒则扩散 且有阵阵黑雾弥漫 随时会扑击过来 这是一头石灵 修为强大到了这等境界 骇人听闻 他的到来并不让人意外 叶凡与圣灵一脉是死仇 杀了太多 他正好路径这片区域 自然要发难 熟悉的契机 叶凡心头一动 他默得想起来了 当年有圣灵对他下了诅咒 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笼罩着暗血神还 最后才艰难磨灭掉 那个时候 他没有见到这头石虎 是被隔绝了一片星辰 而被诅咒的 今日才第一次面对 很显然 那个时候 石虎虽然称尊作祖 极其强大 但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准地 差了一线 是近三百年来才突破的 叶凡虽然在雷海中 但是却也心中矩阵 这头石虎了不得 圣灵由于各种 不能自控的原因 而提前出世 很难达到圆满 除非有非凡的大纪元 不然难有较大的突破 这是一个后天修道 冲进准地境的石虎 绝对是惊世骇俗的 我明白了 当年的石令 落在了你的手中 虽然在雷海中 但是叶凡感觉到了一阵危险 这头虎很恐怖 尤其是其体内 有一种汪洋般的波动 昔日 大跃破魔井封印破 整条古路都崩断了 那里是到尊留下来的一处神教 封有神话时代至高圣灵的躯体 此外 当中还有一枚石令 记载有石令一脉的至高法诀 可以让他们以残缺之身继续突破 当日一战 光明族 羽族 人族等激战不止 最后各有所得 但石令却消失了 不知落在了谁的手中 直到今日 真相才浮出水面 竟然是这头神虎 他当年就跟老藤蛇般 几乎就算是一个准地了 得到石令中的补天术后 自然迅速突破了 神虎周围黑雾翻腾 一双眼大如血盆 獠牙比长刀还锋锐 白森森的惊人 既然遇上了 焉能不出手 好 一声唬笑 还语乱颤 这是一种惊世的大威能 猛唬笑 音波阵势 粉碎万物真空 如一片黑色的潮水般 向前席卷 雷海都被冲击出一片虚无地 猛唬笑 是一种惊世的大神通 由一味准地施展 自然是绝代的 无与伦比 不说其他 但若是大圣在场的话 也一定会如主角子般 噼里啪啦地坠落 全都要被活活吼死 这种秘术杀伤力太大了 叶凡见状 虽然疲惫不堪 但是依然 发出了一声道贺 奇音轻烈 如龙影九天 响遍这片宇宙星空 这是脱胎于佛门至高神术 俺自因的秘法 威力巨大 猛虎笑的波纹被挡住 两者剧烈碰撞 虎闻不能推进 没有起到杀伤作用 杀我族人 今日我若让你成为准地 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子孙 今日撞上了 这是天意啊 神虎的话语 如闷雷一般 他的眸子中 射出射人的血芒 头上出现一件石器 正是当年的石令 顿时间 有一种志强气息爆发 隐约间有了黄道法器的威严 尽管他有缺 但是依然这般什么 嗷吼 虎笑长空 在其周围出现大片光雨 宛若飞仙 而且 从天而降 一头恐怖的白虎 散发着仙玉的气息 让人站立 远空的人无不心颤 急速倒退而去 那头白虎不是实体 而是由天地大道规则交织而成的 是最可怕的一种石灵道则 通天动神 与仙玉白虎相呼应 这项是戒法 又如仙人感应 白虎一落在人间界的法道 与之共鸣 被他摩刻下于掌控 而今要戒来与己身合一 所有人都变色 这头白虎强大的邪护 竟掌握有这般秘法 再借助这样的一件石器 让任何人都忌惮 哄 雷结暴动 叶凡的劫难还没有结束 这个时候新的变化出现了 无数的混沌秩序神炼 从雷海中垂落 将他捆住了 坏了 他心头一沉 怎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 准地劫都如此 会被上仓束缚一段时间 必须挣脱 才能算大劫完满 现在这个时候出现 这不是 让他成为靶子吗 这头神虎绝对很强大 不好对付 现在他定在了雷海中 能成为准地的人有几个 是一鱼之辈 肯定能想办法通过雷海过来 能成为准地都是修道的奇才 超脱众生上 而今想靠天结击杀对方 不太可能了 哗啦啦 雷霆中 秩序神炼交织 将叶凡给捆了个结结实实 密密麻麻的法则缠绕 让他看起来像是个粽子一般 拼了 叶凡咬牙 到了这个时刻 他也只能硬拼了 唯一让他安心的是 石皇 神虚之主等人留下的残痕 还没有破镜呢 依然像是一座牢笼 封着他的肉身 现在被人攻击的话 可以借力继续破法 打破禁锢 哗 然而 上天对他不敢冒 雷阀中降下一片浩大的洪荒世界 有真龙盘绕 有仙皇飞舞 有朱雀带着滔天的火光横天 这像急了一片仙玉世界 镇压而下 碾压叶凡而来 真的是内忧外患 让叶凡都心头沉重 不知道能否挺过去 嘿 连上仓都厌你 这是在降法指 借我指手灭你 神虎冷笑 对手被捆成了粽子 等着他杀 这个结果太意外了 让他忍不住想大笑 远空 所有人都一阵发呆 坏了 黑皇焦急 他要死了吗 看来不用我等出手了 一些人在黑暗中冷漠地看着 哄 敢趁我兄弟杜劫其他 不知死活 在这关键时刻 一声大喝传来 一个雷公嘴 火眼金睛 浑身金毛闪耀的猴子出现 撕开虚空 杀向神虎 圣皇子来了 不久前 他就接到了传讯 得知天庭有难 从战场赶了回来 不曾想 正好遇上叶凡杜劫 猴头你少要多管闲事 神虎非常凶猛 口中这样说 但是却已经直接动手了 那头白虎与他合一 让他恐怖了很多 其头上的石令发出鲜光 向圣皇子击去 小心 叶凡大喝 他深知那石令的恐怖 当年可是能挡炼 神虎轰击的神器 若是真击中圣皇子 那就威矣 碰 圣皇子一声大叫 头盖中冲起一片锐霞 鲜光艳艳 一根断掉的黑铁棍出现 向前砸去 这是斗战圣皇的兵器 在黑暗动乱中崩断 受损严重之极 但终究是留下了半截 回到了圣皇子的身边 平日间 圣皇子细心温养 寻找鲜料 期待有朝一日可以修不好 既然对方动用了大杀器 他自然不会干瞪眼 直接拎棒子就砸 黄道威势 虽然无法与以前相比了 但是绝对可以力压对方 这一战爆发 雷海中 叶凡在沉浮 被捆在神殿中 浑身震动 他没有急着正断法链 而是肌肉身 与神石全部力量在冲击 要冲毁至尊留在他体内的最后残疾 哄 外界 先欲镇压而下 快要将他吞没了进去 真龙 仙皇 猪雀 白虎等 全部扑杀而来 叶凡一声大吼 他引动所有力量入体 对抗那些残痕 真强大 让我都吓了一跳 这种神胎 不正是我所需要的顶炉吗 神明出现 站在虚空中 脸上写满了残酷与无情 眸光寒道人的骨子中 原本还想与你公平一战呢 但是我怕没有这个机会 别人会先一步毁掉你 这样的话 这句神胎 岂不是得不到了 神明森寒 满头发丝飞舞 如一个盖带的王 屁腻天下 一步一步走向雷海中 为了得到神胎 对不起了 我要提前动手 斩你元神 得你肉身 助我到鸡 神明话语冷漠 实力到了准地境 必然都是出类拔萃 凌驾众生上的修道奇才 而且 他来自仙灵 身上有秘宝 可挡雷光 不曾跟随杜竭 师父 哗哗大叫 想要冲过去 历天等人也焦急 可他们毕竟还没有成为准地 帮不上什么忙 别急 黑黄还能稳得住 虽然形势危急 但他却反而沉静了下来 道 成千份大地残阵准备好了 时刻准备着堆死他们 这些残阵有一个缺点 适合防守反击 而惊对方与叶凡缠斗在一起 这样寄出的话会误伤 叶兄 真是遗憾 想不到我们这样相见 神明的乌金战衣 闪动晶莹 他发丝轻舞 脸上带着弹幕的笑 一直想与你一战 可惜了 你放心 我会好好利用你的肉身 他会成为至强顶炉 助我得到 你话太多了 叶凡冷声说道 是吗 我希望你可以安息 陪你多说几句 免得你的去体音 本能反应过激 一会儿绘画作厉鬼 那可不是我需要的卢顶 神明很轻松地说道 带着淡淡的冷笑 哄 叶凡出手 尽管被困 且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 冲击体内最后的至尊烙印 他依然强势开战了 浑身每一寸血肉都能拼 迸发出无穷的光 而金道则暂时能用 他尽情地宣泄 轰隆 神明镇压 威势霸绝天地 咔嚓 叶凡正断了很多神炼 移形换位 同一时间镇顶 万物母气垂落 镇杀向神明 好东西啊 过了今日这场大劫 这口顶就通神了 这个世间除却黄道法器外 少有兵器可以比拟他了 叶兄 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请你安心上路吧 说到最后 神明收敛起笑意 不再那么不当一回事 神色冷酷无比 有一种大威严 像是一尊古皇雄士天下 他一出手 万道和鸣 宝塔压落 要斩叶凡元神 收他肉身 第1664章 朱迪皆来袭 神明够狠 一出手就是万道和鸣 十根终止金银 射出十万天剑芒 这些剑芒很特别 每一道都有自己的生命 后方更各有一股兽 散发鲜光 他们在闲着剑芒 恐怖无比 力辟而下 众人变色 这是神话时代的古迹 万寿仙剑 诗传已久 竟然在现成事上 天哪 强大的传承 本以为早已封印在岁月中了 今日重见天日 远处传来震震惊呼 人们都非常震惊 神明所修法觉果然恐怖 起手势就这般逆势了 叶凡变色 身体被秩序神炼捆住 他像是猪网中的虫 行动非常不方便 他口中发出道喝 万物母气顶旋转 顶口中混沌光闪烁 镇压向神明 身不能动 他只能利用神石控制顶 以此对抗大敌 铿锵 火花似箭 那像是一道道银铺飞舞 十万天剑乱斩 万物母气顶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剧烈的抖动不已 浩墙的顶 还没有彻底圆满 就已经这般厉害 在准地法期间 算得上罕见 神明赞叹 不过他的神色却很冷烈 眸光更是寒道人的骨子中 神明一声轻斥 身上的乌金战衣流光一彩 晶莹灿烂 而他的气息 却如洪荒猛兽 躯铁黑暗了下去 这是一种可怕的变化 他的躯干诡异 强大 有一种史前凶兽的气机爆发 但黯淡了下去 可是战衣却形成神环 灿烂夺目 万兽仙剑惊颤 兽吼动天 神话时代的最强血脉都齐现 一个个露出了凶猛的真身 闲着仙剑杀来 踏破虚空 众兽奔腾 天塌地陷 这种气息太惊人了 观战众人都忍不住战力 神明手段逆天 这万兽仙剑一展 天下间有几人可以阴风 即便同为准地境 也要隐恨 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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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气冻碎宇宙 乱劈而下 万物母气顶如暴风骤雨中的纸传 像是随时会烂掉 毁灭 他化成十万丈高 将叶凡挡在下方 抵住了所有攻阀 上面各种符文闪烁 磨灭这些攻击 同时 顶口中垂落下一道道母气 如瀑布般惊人 化成了神盲 与剑气对抗 至强至神 挡住了 万物母气顶上的道文复活 磨灭了诸多剑气的攻击 防御力惊人 这让很多人眼热 这件宝贝 值得用心血去温养与祭脸 神明的身体暗淡 可是战衣却赤胜夺目 像是一个黑洞 被数十上百颗太阳星环绕 此时他越发地强大了 他口中轻语 在引一种古老的昼炎 这天地暴动 雷光都似乎停止了 宇宙深处的日月星辰都定住了 禁锢了时空 那剑盲虽然碎掉了 但是万寿不曾止步 且越发地真实 黄冲而来 那是大道符文凝柱而成的 冲击万物母气顶 哄 叶凡血拼 眉心光滑闪烁 与此同是宝顶气息澎湃 有自己的生命 上面万灵复苏 都是远古的图腾 一个又一个地 从顶壁上走了出来 朱雀带着鲜火 横跨三千界而战 混沌神奇开天辟地 呼啸着杀上九霄 昆鹏一阵赤 宇宙中诸多大心粉碎 顶壁上万灵复苏 活着走了出来 对抗万寿 双方冲向一起 剧烈大碰撞 这个地方龙鹰虎啸 大鹏冲销 神光滑破永恒 这般强大 观战的人都倒吸冷气 神明的战绩惊人也就罢了 可叶凡现在被困住了 还有此手段 出乎众人的预料 神明脸色冷酷 对方被秩序神恋捆住 算是真板之肉 可却还这样负于顽抗 且真实挡住了他的攻击 这对他来说很不好 突然 万物母气顶下沉 快速缩小 只有拳头大 虽然有真龙腾起 有仙皇展翅 各种图腾冲销 但是却退到了叶凡的眉心前 护住了他的额骨 神明要得手了 许多人眼露金光 神明如驱动万寿的神 一步一步逼来 驾驭各种洪荒猛兽镇压而下 每一头猛兽 都如剑载一样在鸣 枪枪作响 不好 黑黄沉下了脸 万寿仙剑的禁忌领域展现了 每一头骨兽 都是一笔仙剑 但却没有剑形 它们在嘶吼 等若常剑猎天 无穷的剑意 化成了大道符文 直接作用在叶凡的肉身原神上 这种东西 想挡都挡不住 无孔不入 可以说 这种无敌剑意 不是实体兵器所能挡的 一念动达六合八荒 可以看到 被秩序神恋锁住的叶凡 躯体颤抖 通体亮起成千上万的符号 那是万寿仙剑的杀意 通过万寿起吼 作用在了他的身上 叶凡 李黑水一脸惊怒 师父 花花脸色苍白 没有了嬉皮笑脸之色 充满了恐惧 万寿仙剑太强大了 黑黄阴沉着脸 这一切变化太快了 阻挡不了 那可是一位准地 在施展禁区之主的 晋级秘书 这样一击落在 被捆住的叶凡身上 他没有办法应变 无力阻挡 结果可以预料 嗡 交战中 圣皇子火眼金睛 手中半截仙铁棍 乌光大圣 斜披而出 对准了神明 想要阻挡这一切 但这一刻 神虎发疯 石头与血肉交融的躯体 爆发刺目地光 虎纹斑斑 头上的石器 照耀出不朽的仙光 攻击向圣皇子 同一时间 暗中有人动了 一条紫色的真龙俯冲了过来 挡住了黑金铁棍 张口就要吞下去 龙女出手了 牟子森寒 开河间犀利如冷剑 他阻挡圣皇子救援 想看到叶凡 被神明斩杀的结果 成为我的炉顶 不是一个坏的选择 与我共长生 同不朽 早晚有一日会军灵献狱 神明冷悠悠地说道 一步向前 伸手 点向叶凡的眉心 要是杀其原神 只留下这具强大的肉身 万物母气顶抖动 轰隆一声 神明发出一声惊呼 他竟然被先飞了出去 没有能一开 挡在叶凡额骨前的顶 怎么回事 他露出一色 很显然 叶凡被万寿先剑的剑一批中了 万寿其吼 他身上有上万种 大道符号亮起 正在承受着 将要神行接毁之痛 可是他怎么还能反接 要知道 被法链锁住 等若失去了抵抗力 肯定会被剑一毁灭掉 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堪 叶凡冷漠地说道 岂止不是不堪 而是强得过分了 让神明都震惊 叶凡竟然在借他的事 故意让万物母弃顶退避 等万寿建议灵体 现在上万种大道符纹 全部化成了火焰 在锤炼其躯体 在与其体内的 至尊残痕作战 用敌人的力量 断住己身 有几人敢这样做 要知道 这可是准地级的战斗 一念之差 就是形神俱灭的下场 而且 叶凡可不是在公平对决 他现在被困了 还敢这般 当真是强悍的一塌糊涂 神明脸色冰寒 他不喜欢这种 超出自己掌握的感觉 以他的形式风格来说 一切都应在掌控中 好 神明张口一吐 黑色火焰滔天 一口黑色的魔炉出现 迅速放大 直接就要将叶凡收进去 彻底炼化掉 轰隆 然而 此时一股浩大的威压降临 超出了他的掌控 原本切断的天解感应出现了 他身上有密气也不行 这是一片磅礴的世界 宛若仙界与人间贯穿 相连了起来 里面是各种瑞兽 洪荒景象射人 翁隆一声 神明连带着他黑色火炉 一同被这个世界吸收了进去 有可能会在当中渡截 谁也没有想到 叶凡这般逆天 不仅对抗了天解 现在还主导了他 利用此仙玉虚影界 困住了敌人 显然 短时间内 神明出不来了 他陷入了将要渡截的危险境地 面对真龙 朱雀等仙兽的冲击 他很吃力 这个变故出乎人们的预料 众人都以为叶凡威夷 不曾想瞬间翻转 强大的神明 反被困住了 斩碎雷光 一个满头金色 发丝飞舞的女子出现 直入雷海中 杀向叶凡 上来就是绝杀 他眸光带煞 浑身黄金火焰腾腾跳动 正是黄金天女 一出手就是黄金神藏 各种道兵与法器飞舞 金光赤胜 让人睁不开眼 现在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而他也不是来决战的 只是为了杀人 不让叶凡顺利渡截 要趁他危急 而取其性命 众人心颤 这是第三位准地了 其中两人是古代至尊的子女 强大的让人战力 叶凡杜杰 可谓多灾作难 这样暴露后 太多的人会阻挠 不允许他成功 枪 叶凡眉心光滑大作 用兵自绝 控制各种黄金法器 让即将斩到躯体上的 各种黄金兵器 倒转而归 去镇杀黄金天女 显然 黄金天女 对他了解的足够多了 瞬息间 所有法器成空 原地出现一轮轮璀璨的太阳 一同炸开 噗 强大如叶凡的肉身 再不能动 被动遭击的情况下 也见起一朵朵泻花 他几乎被这种 爆炸性的力量打烂 真狠啊 人们感叹 那种黄金法器 都是此女自身的 大道符文注出的 这样刹那引爆 让他自己也在闷哼 嘴角溢出一缕缕血迹 而这一切 只是为了迅速地 杀掉叶凡 免得变故发生 叶凡的身体前后透亮 若非是秩序神炼捆着他 估计都裂成碎块了 那里血液洒落很多 圣体叶凡 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我族人的死 还有你我间的恩怨 全都在此时清算 黄金天女寒生说道 敢等我兄弟渡劫后 与他一战吗 圣皇子大吼 浑身金色毛发都在发光 怒火冲天 可惜 他脱不开身 一边是神虎玉石器攻杀 另一边是龙女池万龙灵 截断救援的前路 将他缠住 黄金天女大笑 满头发丝飞舞 伶力出手 道 还想成为准帝 做梦吧 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一脚踏碎他破茧成蝶的机会 第1665章 冲破智骨 黄金天女非常的霸裂 说道做道 真是一脚踏了下来 他浑身都在发光 如盗劫黄金铸造而成 体内的黄血在沸腾 新年 他与叶凡决战 拼杀了三千多招 神勇无比 肉身之强横可见一般 时隔多年 他渡劫成为了准帝 开启黄体宝藏 强大了也不知道多少倍 这是该族赫赫有名 不败黄体术 黄金天女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他就是要在叶凡最擅长 最强大的领域将他格杀 一脚踏碎他的至强圣体 可恨的小娘皮 这是对我师父的羞辱 想活活踏裂我师父的躯体 花花攥紧了拳头 连佛都忘记念了 让叶凡感觉无力的是 他肉身行动不便 而对法语道的掌控 时弱时强 并没有彻底突破身体牢笼 而现在正好处在低谷 难以有效地杀伤对方 看着那只金色的脚掌 踏向他的脸膛 他眸子中充满了火焰 双拳卧的噶崩噶作响 奋力震动 这要是被他踏在脸上 无论是否杜劫成功 都注定会成为一桩耻辱 要定在他的人生诡计上 显然 对方就是要如此 这般羞辱他 以报当年的仇恨 现在再想控制天结都不行 到语法的控制处在罪弱时 无法将黄金天女 打入那片如洪荒仙界的虚域中去 哄 叶凡的伤体内 金色的血液燃烧 赤红如霞的血液沸腾 瞬间沿着那些血口子冲了出来 化成了一股不屈的战役的载体 这是一个血人 因叶凡愤怒 因他不甘 而从他的血液中分离出来 由大道碎片组成 化成了一尊血色的战神 这是圣体的本源血液 许多人惊呼 更有不少人的毛子 露出了赤圣的光 盯着前方 叶凡的肉身 还有石海 算是一个牢笼 困住了他的法语道 而他的精血却不甘 冲了出来 当中蕴含着这一脉 罪本源的大道碎片 这种力量很强大 平日间早已表现在他的肉身上 这还是头一次剥离出来 单独和在一起出击 罪本源的圣体血液 赤红如霞 真是美丽 这不是传说中的人体大药吗 正好免得我提炼了 你自行送上门来了 黄金天女大笑 但是无论怎么看都很冷 尤其是一对金色的毛子 更是森寒到了极致 这血液与圣体本源碎片蕴含的躯体 凝聚着一股可怕的战意 血色发丝飞扬 一声咆哮就像沙来 嗯 圣体本源那可真是人体大药 一场大糟化呀 暗中很多人都眼眸炽热 但是 这具血色躯体所表现出来的战意 却是那么的可怕 惊天动地 一腿扫出 将黄金天女阵的凌空而起 倒退了出去 不过血色躯体也暗淡了一些 毕竟这不是叶凡的躯体 这是一种本能缺少神石主导 没有响应的变化 顶来 叶凡残破的躯体内 精气神都快被抽干了 他一声道喝 那万物母气顶直落而下 没入了血色肉身中 顶中有神奇 可代替他的意志而战 主导血色躯体 熔炼为一体 去迎战黄金天女 哄 这是一场暴动 天地炸碎 在叶凡法 与刀被压制的情况下 赤红血液中的本源碎片出现 替他而战 这种强大的力量 本就是肉身极致的体现 现在被剥夺出来 是一种恐怖的体现 震得黄金天女 都脸色苍白 口中一血 至于那具血色的肉身 以及他眉心的顶究竟怎样 外人看不出 因为他本就是血液组成的 哄 权益无双 战气澎湃 叶凡的血神在搏杀 震碎了苍天 杀的黄金天女在倒退 嘴角滴滴答答的不断淌血 不妙 叶凡他是在肚结啊 本源脱离肉身过久 他的躯体还有神石 随时会被秩序神恋磨灭啊 黑黄道 叶凡的体内空空荡荡了 破破烂烂 只残余部分血精 现在全靠神石之力撑着 一个弄不好 就是形神俱灭 师父 花花双眼冲血 妈的 我的准地结该来了吧 怎么还不出现 不然的话 我非踩死这般无胆鼠呗 磅礴愤怒 哈哈 黄金天女疯狂地大笑 他知道血神很强猛 但是却坚持不了多久 因为叶凡的神石 还有肉身一旦灭掉 他的一切也都将成虚 站立吧 圣体为你的罪付出代价吧 一脚踏碎 你欲蜕变时 我想 这是对你最好的回应了 黄金天女冷森地说道 他肉身薄杀处在下风 开始施展一种可怕的秘法 黑暗的宇宙被撕裂 一道又一道身影走出 像是一轮轮大日突然照耀 神光普照 那是一尊又一尊的古老神奇 身穿金色甲皱 都是太阳神般的存在 光芒照亮了黑暗的宇宙 出来征战 这是诸神降临 众人漠不动容 这种秘术竟然被黄金天女 炼成了 果然不愧是古黄女 据传 这可不是光有天赋与血脉 就能炼成的秘术 很神秘 需要开启某种祭祀意识 毫无疑问 这种秘术极其强大 天空中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金色的身影 口中共同喝出一道神音 沙 他们同时出手 漫天金色符文像是有生命 一般蔓延 而后变成了金色海浪积天 轰的一声将血人掀飞了出去 到此为止吧 血神倒退后 不散 反而突然光芒赤圣 是有意避开 因为叶凡这个时候的法语道 又波动到了一个高峰处 能动用这种力量了 血液倒转而回 没入叶凡的体内 他浑身法道光芒奇闪 各种秘术爆发而出 而且控制了天结雷光 轰隆 黄金天女也被镇进了那片仙玉虚界中 被仙兽冲击 几乎要杜劫 在外面撒下一片黄金芒 众人目瞪口呆 原本以为十拿九稳了 可依然被叶凡挺了过去 逃过一劫 他现在可是肉身被赴啊 黄金天女与神明同处 在那片仙玉虚界中 陷在那里很可怕 他们遇到了大麻烦 结束吧 龙女目睹这一切后 发丝中一对金银龙角 闪烁冲销光滑 手持万龙铃 就要步入雷海中 所有人都心中打鼓 强大的修士急速倒退 开什么玩笑 拎着黄器进去 也唯有古皇子女敢这般 因为稍有不慎 让这件骨气渡劫 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你们一个个都怕我兄弟吗 连与他正面一战的勇气都没有 圣皇子喝道 他一棍子几乎将神虎震死 阻挡龙女去路 刚才我还没有动杀鸡呢 看在同位太古黄血脉的份上 我不想撕破脸皮 你别逼我 龙女道 他有底气说这种话 因为他手中掌握有 无缺的黄道法器 谁能与之相抗 猴子的鲜铁棍 早已断成了两截 肯定挡不住 猴子接青莲 突然 黑黄出现 一座镇台闪烁 他扔给圣皇子一株青莲 而后又从原地直接消失 这是叶凡的混沌青莲 杜杰的时候 没敢待在身边 这可不比从前了 现在此物化形而出 万一真是青帝 跟着杜杰觉醒的话 宇宙不知道要毁成什么样子 龙女见状 冷笑了一声 脉步就步入了雷海中 大不了大家一起杜杰 圣皇子咆哮 一棍将神虎震开 舍弃了这个注定要败 且已经命不久已地准定 他跟进了雷海中 果然青莲顿时颤抖 疯狂吞噬天结的力量 一下子就拔高了一尺多长 所有人都心头俱跳 青莲上多了很强盛的生气与光泽 更加的晶莹欲低 翠绿鲜嫩了 唯一让人庆幸的是 他吸收雷海的力量后 并没有杜杰 依然是一株连 死 龙女进来后 猝动万龙龙 直接灭杀叶凡 她不是为对决而来 目的简单 就是要杀着敌手而已 滚 圣皇子暴怒 一手持青莲 一手持黑色的鲜铁棍 阻挡其前路 不让她伤害处在最虚弱状态 正在杜劫的叶凡 龙女冷笑 对方的青莲 只能被动防守 没有攻击力 而她手中的 才是真正的黄道法器 主动拳在她的手中 她不仅挡住了青莲 与断掉的铁棍的攻击 还破开了仙玉虚戒 将另外两位古皇子女放了出来 神明暴怒 黄金天女吼笑碎长空 两人扑杀向叶凡 而龙女则挡住了猴子 啊 给我开 天崩的声音传来 叶凡浑身赤火燃烧 上苍降下地捆在她身上的法链 还有她体内纠缠在一起的至尊残痕 原本就裂痕遍布 现在终于到了一个灵界点 咔嚓 叶凡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崩断了 这种声音比雷霆还恐怖 紧接着一道贯穿宇宙的鲜光冲起 斩破乾坤 轰的一声天地似极皆颤 叶凡一声大吼 像是挣脱牢笼的蛟龙一般 腾空而上 粉碎了秩序法神恋的束缚 让他们崩断 成功了 杜劫圆满 惊呼响起 叶凡在这万难中做出了突破 粉碎一切桎梏与阻挡 迈出了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惊扰我杜劫 以为这样就能杀我 你们 不行 叶凡如龙月九重天 轰隆一声 通体光芒万丈 法语到汹涌 而肉身更加强大了 杭子绝一动 这时空都像是凝固了 人们震惊地睁大了毛子 叶凡躯体变大 一脚就踏向黄金天女 如山月一般落下 哄 这根本无法躲避 实在是太快了 在万丈金光中 叶凡的大脚落下 黄金天女被逼只能硬汗 双臂齐震 击向上苍 可这一脚的力量太强大了 碾碎她的法则 带着铺天盖地的光芒压下 她被覆盖在了下方 人们震战远远望去 叶凡的一只大脚踏下后 黄金天女用权力对抗 双手撑天 堪堪抵住那只大脚 至于叶凡的拳头 早已轰杀向神明 天地全无双 粉碎真空 震杀而下 神明怒吼 但是却直接被压了下去 远远望去 那如神魔般的身影 一脚踏着黄金天女 一拳压的神明要贵服 那种唯我独尊 至高无上的雄资 震慑住了所有人 第1666章 强决 叶凡杜劫成功 她打破了身体牢笼 让法语到齐勇 正开了枷锁 真正地完成了蜕变 她像是一头人形暴龙出世 恐怖气息铺天盖地 这才刚一出手 就将两大谷皇的子女 震在下方 虽然还在对抗 但看起来 却像是 被她以脚踏住了一个 被她以大手压的弯下 身躯一个 这种景象 这个场面金柱呆了众人 时隔多年 又出现了这样一个人 强大地让人血液奔腾 跟着战力 这才是圣体叶凡的崛起吗 真正的回归之路 太霸气了 脚踏古皇女 全镇禁区之子 这种景象 何曾有人见到过 许多人的血液 都跟着沸腾了起来 叶凡斩破束缚 粉碎所有秩序神炼 打开了身体枷锁 刚一恢复 就这般强势 震撼人心 宛若一尊 魔主逆天归来 无人可抗 师父 花花攥紧了拳头 血脉喷张 激动地大叫 为自己的师父 而振奋与高兴 三百多年的苦难 终于魔力出了无敌身 好 终于突破了 再也没有后患了 看你们谁敢来闹 全部杀得干净 李黑水也在大叫 用力挥了挥拳头 历天 东方爷等人 也激动地咆哮 感觉热血沸腾 那道身影 仿佛是他们自己 屹立在星空中 在镇压古皇血脉 叶凡终于突破 历经了太多的苦恶 这一日天空城 许多人都知道 没有人再可以阻挡他的脚步了 这一次宣告了他的真正崛起 告知世人 曾经横扫星空谷路的人又回来了 诸多大敌要开始站立了 啊 神明怒吼 双拳震动 猛力迎击 向天空那只大手 他硬生生挺直了几倍 没有让自己跪下去 他充满了不甘 那只手竟然压得 他身体差点栽倒 沉浮在地上 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他是谁 禁躯之子 古代至尊的后代 当震慑天下才对 咔 然而 他虽然在震动 但是他的骨节 却在嘎嘣嘎嘣作响 要崩断一般 可想而知 那压在头顶上空的一拳 有多么的恐怖 这让他倍感屈辱 竟然是这样一种姿势 志强的力量 压得他有些抬不起头来 对方这是在强势无敌地进行镇压 什么人可以这般超然 凌驾在苍天上 这般随意的一拳压来 就要让他倒下 不可饶恕 他浑身的血与骨都气到颤抖 而比他更加感觉屈辱的是黄金天女 他被一只缭绕着璀璨金光的大脚踩踏 浑身巨震不已 若非双臂用力 震动出了金石的古皇秘书 肯定会承受不住 这个姿势 这种结果让他浑身金色血液暴废 从来没有皇者的子女这般沉浮 他的眸子如天剑般犀利 金铜暴射光束 他在竭尽所能反击 上万金色的符纹闪烁 诸神降临 一起向上轰杀 要毁掉那个如天神般的身影 黄金天女比之神明的还觉得屈辱 他可是堂堂的天女 万众瞩目 天地四方共尊 是世间最璀璨的明珠 何曾遭受过这些 可是而今一切都改写了 一个人这般的强大 抬脚将他踩在下方 给我起啊 神明怒吼 万寿咆哮 在他的周围 全都是神话时代的最强血脉骨兽 暴动了起来 让他成为了万寿神 立抗叶凡的拳头 哄 终于 他挣脱了出去 而这个时候 龙女也动用了诸神降临 一尊尊如太阳神般的存在 踏出虚空 照耀不朽 助他脱困 叶凡并未阻挡 而是脸色冷漠 双臂一阵 将虚空中最后的法链给崩断了 而后他一拳击向苍穹 那里有一片仙玉虚界在笼罩着他 这一击 超越了人们的理解 虚空中的雷光全部 直接消失 而后轰的一声天塌地险 天结结朔 原本这天结雷光会 逐渐地消失 现在是被叶凡一拳给轰没的吗 直接打了回去 对上苍大不敬 没有了雷霆 这片地方很寂静 星辰早已毁掉 只剩下了黑暗与虚无 以及几个对峙的人 这般想杀我 叶凡眸子转动 扫过每一个人 神虎 龙女 黄金天女 神明 这四个人都神色凝重 师父 龙女毁掉了 我们几颗资源星辰 哗哗悲愤地在远空说道 没错 就这样一指而已 龙女眸子冷淡 伸出一根手指一点 虚空裂开 不久前的景象再现 一颗大星 被那只放大的手指压的 直接崩碎 还有几颗 也是这样而已 心痛吗 龙女冷笑 手指压落 又有几颗大星炸开 上面分明 还有部分修士不曾退走 死于非命 还有神明他们 立一天叫道 神明冷笑 抬手间 虚空裂开 她身前有一条古路崩断 有雪溅起 昔日的景是这么的真实 触目惊心 准地威势 净险无疑 不用说了 我只杀了一部天兵天将而已 若如蝼蚁 不配用此名 黄金天女自己说道 在其身前弥漫出一片血雾 有一些身影出现 带着愤怒与不甘 你们这是在激怒我吗 乱不了我的心 这样 你们死得更快 叶凡平静地说道 经历过多的大喜大悲 心中虽然有怒 但是道心却不动 战力飙升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 体内血液如海啸声 震动了星空 谁杀谁还不一定呢 神明冷漠地说道 刚才感受到了太多的屈辱 她骨子中战意与傲气 澎湃到了一个极致 要动用所有竞技手段杀叶凡 你们 不行 叶凡直接摇头 如苍天上的神奇 在俯视他们 这种感觉很不好 何曾有人这样轻视他们 神明 黄金天女神色越发地冷冽了 调动全身的精气神 要决一死战 叶凡 别抢啊 咱们一人一半 你杀两个 我杀两个 圣皇子拎着霞光艳艳的黑色 鲜铁棍走来 浑身金色毛发 璀璨而经营 神虎 黄金天女等四人文言 脸色更冷了 不说他们的身份 单说境界 他们是准地 竟敢这般蔑视几人 太嚣张了 猴哥 话不能这样说 这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 需要我自己解决 叶凡道 这些话语一出 神明 黄金天女等人的脸色更加阴沉了 将他们当成了什么 想杀就杀嘛 居然争着抢着药上 是可忍孰不可忍 哄 龙女出手 手中万龙灵光芒大作 画成了一条怒龙 每一节都是一个紫荆大钟 在这天地中轰鸣 嗡嗡作响 上万道中波 距集成一条光束 向着叶凡杀去 这天在崩 混沌在初开 一切都在毁灭 叶凡一念间 行字绝运转起来 登峰造极 时间停滞 又像是在倒转 可看到时间之力紊乱了 他刹那横移数万里 避过这必杀一击 接着 圣皇子与他默契无比 混沌清廉早就预备好了 送了出来 飞到叶凡的手中 叶凡池清廉而动 此地在无人能阻齐路 头上 悬着万物母气顶 手中闭光闪烁 一株三叶 化身万物 宛若天尊再生 哄 大战开始 叶凡直冲龙女而去 无惧黄道法器 破灭了所有波纹 这 观战众人道吸冷气 虽然早有耳闻 但是亲眼目睹可挡机道法则 还是让人心颤 哄 神痕紫荆 筑成的兵器复活 黄道力量沸腾 大中串连成龙身 每一节都在律动 终生震耳欲聋 这自然让清廉也抖动了起来 倍感吃力 艰难化解至尊法则的冲击 妖地道果在绽放 神明 黄金天女也杀了过来 此经黄道法器 不会伤他们 而清廉只能被动防御 因此他们 可以进入战场 参与进来 嗡 突然 叶凡调转方向 刹那改变了主公的敌手 直接杀向神明与黄金天女 吼 远处 传来一声怒吼 圣皇子提前得手了 他一棍轮动而下 击杀了圣灵族的神虎 一味准地再次陨落 众人悚然 这只猴子太强大了 这般干脆 直接将神虎砸成了血污 石块与血肉一起飞溅 惊人魂魄 圣皇子解决了对手 走了过来 拎着仙铁棍 逼住了龙女 进行对峙 最主要是怕他有什么 谷皇禁忌手段 啊 神明在怒吼 遭遇到了大麻烦 万兽仙剑 其出都不管用 根本就斩不着叶凡 对方的速度太快了 最让他绝望的是 最后对方停止 杭自觉的运斩 站在那里 以真身硬汗 直接崩碎万兽万剑 让他如遭雷击 黄金天女也在出手 但是却追不上叶凡的脚步 无法形成合围 简直就像是落后了两拍 徒劳无功 万道熔炉 神明大鹤 天灵盖中冲出一个 黑色的火炉 喷勃出鲜光 而后炉体 流动出金银光泽 上面不多不少 整整有一万种大道符号 全都闪耀了起来 这是他的道炉 将陪伴他征战一生 适用以成道之物 耗费了他海量的神力 用金血 温养成准地气 嗡 叶凡头上的顶飞出 压他空间 粉碎万物 瞬间就冲了过来 神明脸色猙獰 动用了全力 道炉熔炼天地万道 发出无尽的光 更有他一生的法道碎片 全部喷涌了出来 可是 当万物母气顶压落下来时 他的万道符纹在崩开 竟然挡不住 一条条母气垂落 压得他的炉都要军裂 神明变色 自身容道的气 竟比不上对方 随时会毁掉 让他心中震怒 更有一种不甘 他急忙收回黑色的神炉 避开万物母气顶的锋芒 无法硬汗 他知道 这天下间的准地气 应该没有什么 可与此顶硬汗了 嗡 叶凡跟进 他太快了 肉身内法道齐涌 自身真挚到了一个完美的境地 战力飙升 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威慑力 他一步 就到了境前 强者争锋 准地对决 这个地方轰鸣 万物破灭 什么都被毁掉了 只有混沌在涌 众星开天辟地 他们激烈大战 打出的流光 飞入到其他形域 直接就让一片星辰暗淡了下去 这是一种无敌的威势 咔嚓 在交战中 神明被逼 不得不以盗炉护体 因为不然的话 叶凡的拳头 就击在了他的身上 碎裂的声音传出 他心中剧痛 张嘴吐了一大口血 自身的道受损严重 因为黑色的神炉 被叶凡一拳轰碎了 里面有他的法语道 抬手毁禁区之子的准地器 这是何等的威势 因为并非一般的神兵 曾经都被仙灵中的 至尊点投认可过 啊 神明大叫 但却改变不了什么 且自身处在了 极其危险的状态 叶凡撑开了异象 刹那封印宇宙 禁锢这片空间 神明一动不动能动了 扑 没有什么道理 可将 没有什么仁慈可言 叶凡脉步 如一尊仙王下界 浑身发光 黑色发丝飞舞 来到神明镜前 扑的一声将他撕为两半 鲜血染红天地 我不嘎 神明的身体 被撕裂为两半 一个拳头大的金色小人 从头颅中冲起 痛苦大叫 话语悲怅 他是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 古时就曾征战天下 十几万年前的黑暗动乱岁月 有过他的身影 以此魔力几身 后 又被他的父辈封印 是在血与火中成长起来的 他从未遇到过 彭杰可利亚他的人 可是今日却是这般的屈辱 竟然被人 给活活滴滴劈了 将身体撕为两半 简直不像是 同一境界的人 对方却这般的年轻 修到岁月 绝不会比他更长 如此的强势 抬手就镇杀了 他这个来自生命禁区的 绝代天骄 那两半染血的尸体 倒了下去 触目惊心 让宇宙中 来到这里的珠墙背后 都出了一层冷汗 太强大了 一味准地啊 就这般走上了陌路 一个如神魔般的身影 立在两半躯体间 踏着血 眸光如闪电 黑发浓密 闭靡天下 那种强势气息 惊得每一个人都心产 神明的元神冲了起来 但是却难以摆脱这片神域 这是叶凡的意象 宛若一片仙域世界 上空有各种宇宙大星在转动 下方有无数生灵洪荒界咆哮 叶凡像是一个仙主在巡视 俯瞰自己的子民 而神明忽然 觉得自己很可笑 竟然宛若蝼蚁这般渺小 第1667章 地陆古 这并不是叶凡的终极意象 不过是其间的一个蜕变的过程 而今演化到这一步而已 这片玉无法通行 被叶凡的法道所笼罩 元神冲起也无用 刚腾上高天 对面就飞来一只 鲜光缭绕的金屋 要将它灼食 神明背后 它知道自己完了 即将陨落 可叹它这一生 黑暗动乱年代 见过人族大帝 不曾陨落 而金却要死在这一世 它的父辈成道时 天下独尊 自斩一刀后 也毅然称尊 可与古之大帝决战 身为这种人的后代却败了 这本身就是一种耻辱 它恨欲狂 原本心高气傲 灵压世间 心有大气魄 小去天小英雄 现在却落得这般下场 啊 它抗争 不屈服 阵阵嘶吼洞天 在异象中挣扎 人们有些同情神明了 这本是一个至尊子寺 谁敢招惹 谁能阴风 现在却如一只网中的鸟雀 徒劳正动 叶凡太强大了 屹立在那里 异象淹没宇宙 这里成为了它的主战场 被它所主宰 金屋横空而过 狠狠地在神明的元神上 啄了一口 让它痛彻心骨 光芒暗淡 如雪般的神灰飞溅 它遭受重创 又一条赤龙腾天 越过洪荒大山 飞渡过蛮荒森林 上击长空 一道赤光闪过 神明的元神 又缺少了一大块 要结束了吗 神明悲凉的一声长叹 禁区之子 净落到这般天地 它没有一点力气抵抗 败得很彻底 外界 黄金天女在攻击 龙女持黄道法器 也撕裂了宇宙长空 要瓦解叶凡的准地神域 将神明解救出来 可惜一切都是徒劳的 并没有击中 叶凡再动 杭自觉天下无双 触及到了时间领域 避过万众攻击 一念间就是十万里的横移 连带着她的异象 跟着横穿宇宙 避过那两人的功法 所有的攻击 都只能落在一片茫茫虚影上 并不曾击中 她哪怕分毫 当真正的黄道波动袭来时 叶凡手上还持有混沌清廉 一扫之下 黄道法则破灭 天地初开 万灵祭灭 我败了 最后的刹那 神明充满了落寞 不再挣扎 那个拳头大的小人 被一头朱雀咸住 一口吞了下去 如血雨般的光点洒落 叶凡的意向消失 原地只留下两半裂开的躯体 还有一块又一块的准地神炉碎片 可叹一代古皇子 就这般浮尸 结束了一生 在古代曾经爆发出过璀璨的光芒 在这一世遇上了一个不该遇到的人 黯然收场 很多人漠然 难以说出什么 那可是好东西啊 只有天庭众人还能开口 神明崩断了 他们住的一条古路 这些人绝不可能同情他 盯着那神炉碎片 还有血泊中的躯体 那是一头古兽 画出了本体 巨大无比 准地血光滑耀眼 通体都是宝 让任何大势力见到 都要眼红 体内流淌有古代至尊的血 能淬炼出部分 炼成人体大药 这是无上神物 黑黄道 暗中 尽管有很多人眼热 一些大势力蠢蠢欲动 可当看到叶凡娜 那双冷漠无情的眼后 全都如冷水淋头 止住了冲动 连仙灵内无上存在的后人都敢杀 叶凡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铿锵升金四方 黄金天女动了 一战金星空 他满身都是霞光 如一座金色的火山在喷勃 飞刀 黄金葫芦 神钟 道塔等其出 化成古服 烙印在他的身上 在这片刻间 他穿上了一身黄金战甲 光芒刺人双目 这是几种禁忌秘术的结合 他深刻感受到了叶凡的可怕 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敌手 而注定会让所有古皇子悚然 这是至尊后代 要面对的一个绝世大敌 会挡住很多人的路 黄金天女血拼 动用了所有能动的手段 不然的话 他觉得没有了希望 而且 他做好了准备 若是绝杀不行 就立刻远钝 因为强撑着血拼下去 必然会白白陨落 轰隆隆 黄金符文闪烁 附在体表上 与他的形体结合后 成为一块又一块特别的甲咒 那些都有生命 若一个又一个神奇 寄生在他的躯体上 呛 他随便一出手 就是恐怖一击 他从后背拔出一把金色的龙剑 真的就化成了一条金色的怒龙 冲向叶凡 先见无情 力劈开虚空 当得一声轻响 叶凡的顶向前阵杀 就此挡住 他不曾攻破 不过他并气馁 整个人都冲撞了过来 左肩头黄金葫芦 化成甲咒符文缭绕 飞出一尊神奇 右肩头道中化成的甲咒 光芒灿烂 冲起一尊古神 胸前的黄金莲花烙印闪耀 冲起个五行神奇 诸神绕体 众多黄金道气加身 将他衬托得如同黄金仙王一般 这是一种绚烂的华丽 谁能有这样的威势 一尊一尊古代神明相伴在旁 将其拱位在中央 古之大地摸过如此 威势滔天 黄金天女发动了最强攻击 神法道神合一 击杀叶凡 原本这片黑暗的宇宙中 星辰早已破灭了 现在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亮点 比以前更赤胜 那是一尊又一尊的神 到了最后越发得多 哄 绝代功法 让所有人都魂魄一颤 好强大的禁忌领域 诸多秘书融合 叠加而出 一击精神 人们头皮发麻的同时 也忍不住赞叹 叶凡没有避退 头上悬着万物母气顶 静直向前 迎击诸神 竟然是硬碰硬 没有一丝的动摇 他如一尊熊熊燃烧的大火炉 霞光崩天 如众神之王 那股气息 让每一个人都心中嫉妒 轰然巨响 猛烈的大碰撞 诸神全部镇压了下来 叶凡头上的顶承接了所有的攻击 顶口内混沌如海一样深邃 望之不透 突然 顶内混沌海 惊起滔天骇浪 阻挡这些攻击 诸神将士 刹那散开 又从四面八方撼动而来 天雨破裂 这里成为了一团舟 化作毁灭原地 顶口中 万物母气垂落 如一道道连笼 垂挂而下 又如一道道瀑布 遮挡住了叶凡的真身 他在内并不受任何影响 万物母气顶真正有成 而今可以镇压一方天雨 防御力惊人 众神奇冲 黄金光灭世 可是却不能打开 哪怕一道细小的缺口 黄金天女这般强势的攻击 难以奏效 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叶凡的强大果然 超出了预料 这太危险了 那口顶让所有人都目光炽热 这绝对是准地器中的绝代真品 古来罕见 嗡 突然 万物母气顶垂下的连笼被撕开了 诸神攻了进去 黄金天女恶然 怎么一下子变化这么快 他几乎都要退走了 哄 没有选择 他浑身的符纹闪耀 冲杀了过去 等若打开了叶凡的乌龟壳 自然不会放弃 诸神面无表情 浑身都在发光 进行绝杀 向前展来 就是现在 龙女轻鹤 也出手了 急到光芒闪耀 黄道法器击视而出 子龙在急咒缩小 化成了一丈长 龙体逆灵张开 终生不绝 可以清晰地看到 化成逆龙灵的那一节小中体上 全都是波纹 恐怖无比 叶凡神色冷淡 眉心光滑一闪 将混沌清廉祭出 扫向逆龙灵 逆行震杀 阻挡古黄气 同时 他让黄金女进来 他如盖世魔主般 硬汉所有黄金神器与兵器 掌指间出现一剑又一剑地气 真实在线 虚空镜 横宇炉 太皇剑 西皇塔 无始终 一剑又一剑 被他以斗战圣法演化出 模拟出了几缕即到威 他深打准地镜 身体强度与法力 都提升到了一个 骇人听闻的地步 而经施展这样秘书 威力强大了 也不知道多少倍 哄 黄金葫芦 神钟 道塔等全被震飞 甚至直接崩碎当场 无法与这些地气匹敌 因为兵字绝也在运转 这个时候 各种黄金法器都被粘住了 即便天女自身达到了准地级也不行 被生生压制 黄金天女终于明白 不是她打破了万物母气顶的防御 而是叶凡自己放她进来的 不然头上那庞大的母气顶 至肩不朽 根本攻不破 此时知晓也晚了 她虽然想撕裂了空间 但却无法退走 叶凡怎能容她 迅疾禁故天地 轰杀而至 诸神怒吼 那些金色的身影铺天盖地 全都杀向叶凡 这是玉石俱焚的攻击 这些古神都爆开了 能量剧烈冲击 烧她宇宙 然而 叶凡只用了一拳而已 灿灿的芒炸开 横扫前方 所有的神奇都被磨灭了 不管是自爆的 还是怒吼向前冲杀的 都在这一刻灰飞烟灭 天地拳一出 诸神皆成灰烬 全部覆灭 没有一个遗存下来 黄金天女脸色煞白 没有了一点血色 这个结果让她绝望 对方的强大 足可以俯视她 没有逃走 这是在自寻死路 可是 即便逃 真能逃走吗 龙女愤怒 持掌黄道法器 都杀不了叶凡 还有那只猴子 让她满腔血液都要炸开了 但就是没有办法 深深生出一股无力感 而且 她对自己的命运 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需要退走了吗 黄金天女的命运 已然注定 此时无人可以为她更改 当她身上那些黄金法器 与光芒都炸开时 她知道 这一世 将再也没有她的身影 翁龙 万物母气顶颤动 将黄金天女收了进去 叶凡眉星光芒暴闪 且通体发出无量光 这一刻惊破宇宙 她运转法器 进行炼化 不 一声轻响 如花朵绽放 一片结灰从顶飘落而出 不是生命初战 而是一个生命凋零了 这个世间再也无黄金天女 地禄争雄 强者胜 败者亡 真正的成道者 大多都是踏着施鱼谷在前行 在他们的背后 鲜血淋淋 白骨成堆 望不到边 这条路 就是这般的残酷 第1668章 黄对地 古朴的顶壁上 金光一闪 一个绝带天女的身影浮现 化成道文烙印 成为万灵的一部分 所有人都心头大震 万物母气顶太惊人了 这是怎样一种变化 神秘莫测 连帝黄血都成为了符文的一部分 飞灰洒落 许多人都惊得回不过神来 一位太古皇女就这般陨落了 结局很残酷 让人震撼不已 这片星域一片寂静 很多人都心头发毛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征兆 叶凡的崛起不可阻挡 太强势了 在准地初期 黄雪绝对是难以超越的 有着先天不可比你的优势 可现在却这般被无情的抬手震杀 寂静过后 黑暗的宇宙中 引来一片低语声 所有人都心绪难平 来的都是强者 可却全都惊悚 背后生出一身的冷汗 黄金天女伤 成为了地路上的一堆骨 神明 天女 连续两人了 还会有第三个吗 隐约间 叶凡成为了至尊子厮杀手 专展这个极数的存在 耸人毛骨 一个是至尊子 一个是黄天女 却落得这般下场 地路无情 让人长叹 朴实地顶在上空沉浮 垂落下一条条母气 化成一道道瀑布 将叶凡笼罩在下方 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有一双眸子灿灿 无比射人 光束清晰可见 到了这一刻 龙女深深地生起一股无力感 三大黄雪强者来袭 转瞬就死去了两个 实在突然 太快了 现在只剩下了她自己 还能怎么办 打吗 即便手拥有黄道法器也无用 叶凡手中持掌混沌清莲 可以防御住 那真的是一株逆天的道莲 三叶称天 化金万物法则 难以攻进去 这不仅让她阵战 也让所有宇宙强者震动 持有此道珠 等若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谁能攻破 这不光是她一个人面对的问题 而将是今后所有准地强者 都要心计的难题 谁能不在意 谁敢不在意 自这一日后 叶凡着实成为了 威胁很多人的一座难关 朱雄都要思考 如何攻克 如何面对 显然 这将是所有人都要思虑的一个可怕敌手 这将成为一种现象 必须专门针对与考量如何对抗 这一战 叶凡的崛起 将如火山喷发 喷勃不可阻 心欲阵战 必然会惹起一片大波澜 一生龙吟 紫龙冲销 而后又俯冲下来 急到神威盖世 黄道法器复活 战力提升到了绝颠 大杀向下 龙女实在是不甘 若是就这样退走 今后她 还有什么信心 所有的自负 都成镜花流水 一路征战下去 都没有了意义 无论怎样说 她都要一击 再次尝试突破混沌清莲 这是她父亲炼制的黄道兵器 难道还比不上一株莲吗 当 大龙横天 龙头雄伟 撞击下来 这样的功法 绝对可以破灭一片星海 让所有星辰都灰飞烟灭 要知道 这是一位准地在催动 叶凡无惧 头顶万物母气顶 手持清莲 逆天而上 迎击向这头大龙 真正的强势攻杀 互相碰撞 吃 清莲上的三片叶子 射出三道闭光 天地初始时代的 开天鲜光化生万物 破解法则于无形中 拥有一种难言的韵味 铺天盖地的黄道法则 如水波般扩散下 可又被迅速阻挡了回去 迅速地瓦解 涂留下阵阵混沌烟霞 煞是美丽 龙鹰洞九天 黄女大喝 紫色真笼盘绕 如同一座舌盘山似的 在空中堆积在一起 每一节躯体都发紫光 而后急速律动 让宇宙共鸣 生生龙鹰传出 远空所有人都发猛 心神都要粉碎了 相隔这么远 快要横跨星系了 还这般恐怖 所有人都果断倒退 这是古黄鹰啊 简直就像皇者真身复苏 在这一世吼笑宇宙 子龙威灵人间 一位古黄银洞 谁也承受不起 而且那条紫色的真笼在盘绕 躯体在有规律的抖动 体势与道音共动 这是一种至强的攻击 这已经不是龙女在御黄道兵器 而是此气复活 自主攻击 因为她也感觉到了愤怒 自古至今 不成道 谁可以挑战皇威 那个人想颠覆一切 那么就去毁掉她 万龙灵自主震动 连龙女这个持有者都在心颤 身体摇动 在漫天的紫光中沉浮 她已经松手 不能掌控此兵了 发展到这一步 超出了她的预料 这是黄道法器的威严 不容冒犯 进行决战 龙音声 还有庞大的龙蛆 碾压下来时 叶凡确实受到了可怕的冲击 混沌青莲在抖动 整株都被压弯了 连三叶都速速摇摆 像是要脱落下来 陛霞漫天 让这里如同一片废水 毁灭吧 龙女冷笑 浑身都发出紫光 她张口吐出一口血气 那是一道紫滑 灿烂夺目 喷勃在了万龙灵化城的龙蛆上 让她气息更胜了 因为这种血非同小可 属于黄道血脉的精华 被她淬炼出来 沾染着她父亲的气息 作用在极道兵器上 自然让她矩阵不已 犹如当年那个炼化她的人回来了 正站在她的身旁 陪伴她战斗 又开启了那段光辉岁月 横扫诸天英雄 紫气冲破宇宙 简直要打穿这个牢笼 激进仙玉一般 这里什么都不可见了 唯有黄道龙气与紫光在汹涌 青莲受到极大的压迫 铿锵作响 翁龙一声 三叶怒战 一个又一个符号出现 从叶子中流动而出 洒满高天 这像是一部经文 以常人难以理解的符号排列出 刻印在每一寸空间 定住了这片宇宙 抵消了万龙灵的压迫 闭光向着那条大龙冲击而去 璀璨的碰撞 剧烈的冲击 这个地方成为了一片 比雷海还恐怖的截躯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隐约间听到了诵经声 到了最后 两道身影若隐若现 一个立在紫色的大龙头上 威严而雄伟 如一座不朽的风碑 俯视着苍生 另一道雄躯 屹立在一株巨大的青莲上 傲视凌云 风采无上 辟腻万古诛天 所有人都骇然 恍惚间见到了一位太古皇 在与一位大帝在对峙 他们之间有无尽的星系在湮灭 更有无穷的道文在崩开 这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惊悚 这是跨越时代的战斗吗 一位太古皇 在与一位近古的大帝对决 简直是耸人听闻 隔空相对 跨越上百万年的征战 嗡 紫华如水 而碧光亦如曝 两者间金文闪耀 各种符号迸发 巅峰对决 狂潮汹涌 乾坤破灭了 在一生惊天的霞光中 那里又一次什么都看不到了 直到许久后 两道身影飞快冲向了一起 而后便一起消失了 太可惜了 那是古皇与大帝的烙印碎片 留下的太少 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战斗 迅速消耗掉了 有人轻叹 深感遗憾 不过 细想想也是 如果真的可以进行大地隔空对决 那些古代的至尊 也不会有遗憾了 一旦失去 留在岁月中的东西 只能是残痕 支撑不了一场完整的战斗 最多几击而已 光滑连闪 那里只剩下了万龙灵 与混沌清廉 毅力在他们身上的身影都消失了 就此不见 紫色真龙后的龙女 脸色苍白 清廉后的叶凡神色异动 他们感受各不相同 方才真的看到了两道虚影对峙 那种感应很微妙 仿佛逆速岁月 得见了两位帝皇 父亲 龙羽声音颤抖 雪白的玉脸上滑落下两行泪水 万古不见 今朝突然地见背影 让他的心都在颤抖 在这一刻 他不是一个毁灭星辰 沙法果断 涂掉天兵天将的女准地 而只是一个有些软弱的女子 渴望太古 希望再见到龙皇 冲向父亲的身前 叶凡平静了下来 他缓缓举起清廉 摇指前方 脸上满是漠然 向着龙女走去 那种心绪他能理解 但敌对立场不可改变 仇敌中也只能是仇敌 可怕的激战再次开始 无论是万龙灵还是清廉 都有些光泽暗淡 刚才的帝皇虚影对决 抽掉了他们太多的力量 短时间内难以恢复 哄 叶凡手持清廉向上扫去 法则被震散 那条真龙上有几节符文 被暂时清除了 无道则拨动 他的拳头光芒赤胜 用力轰了上去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来 宇宙四方皆惊 所有人都震撼了 他在做什么 那种声音而刺耳 如天神在打铁 宇宙四级都在动荡 人间剧烈拨动 天哪 他在徒手对抗几道兵器 如同神话在线 他还没有大成 体内的血液并没有全部转红 竟敢这样做 有肉身与黄道法器十比高 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举动 四方天语 所有人都张口结舌 但凡在关注这片战场的人 都短暂地陷入了沉默 心颤神斗 这是要逆天了吗 这是怎样的一种震撼 那可是可黄道法器啊 这根本是不能挑战的器物 是镇压此界的最顶级圣物 今日竟有人在尝试打破 这一尘封了很多万年的神话 挑战这种权威 过去有人这样做过 但是应该比他修为高 还没有大成啊 怎能如此 金颤生带着不敢相信的语气 天语中一双又一双的毛子 盯着那里 很多人漠然 难以说出什么 当 叶凡左手青莲一扫 右手天地拳在机 硬汉黄道法器 赤胜的光芒在迸发 照亮了宇宙 滑出不朽的光辉 第1669章 战落幕他在 硬汉黄道法器 话语不多 只有几个字而已 可是却震得宇宙海 都一阵抖动 人们的声音都在颤 亲眼目睹这一切 怎能不惊 宇宙中 叶凡一会儿如昆蓬展翅 一会儿如真龙横天 至强肉身 在做各种变换 在与黄道兵器大战 因为那朱青莲的缘故 难道说 真的是亲帝吗 这个猜测一出 另不少人 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这过于可怕 那位在后荒谷时代 打破神话 唯一成道的人 死去才一万年了 其中有什么变故 导致这样一朱莲出现 当中有什么隐情 所有人都深思 越想越觉得可怕 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 让人要窒息的结果 亲帝的死有问题 场中的战斗 吸引了每一个人 牵动至强者的神经 叶凡如天神下界 挥动地拳 对抗神痕紫金 铸成的黄器 铿锵声震耳 叶凡不可能硬汉黄道法则 但是混沌青莲帮他抵住了 但这也足以说明了问题 他的肉身太过强悍 不然怎能 怎敢如此 这样对决 若是他人 绝对是自身粉碎 化成了血泥 他这样做 虽然掌指间有血痕 但趾骨并没有折断 他在感受至尊气的强大 摸索他的脉动 全羽联合一 让他可以僻逆星空 感受骨黄的强大 体悟他们的 在世间长河中留下的 强韧与不朽的痕迹 这种碰撞 让他收获颇风 用心去看那高不可攀的巅峰 遥望前路 到底有多么的远 叶凡心中涌起波澜 黄道无止境 他堪破迷雾 看到了一广貌无垠 浩大无边的世界 可惜却望不到尽头 龙女脸色苍白 对方的强势 以及那种无畏 让他大受触动 思绪难平 这个人太强了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 年轻的大帝在崛起 这个人有他父亲那种神采 是同一类人 为了修行 他们可以上击九天 下床九幽 只为成道飞仙 他的道心动摇了 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无力 今日杀不死叶凡 可错过了今日 也就注定了 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持黄道法器 也不行 还能怎样 他的确还有各种禁忌秘书 是太古皇开创所留 也有他自己体验出的禁忌领域 可是他知道 并不能起到作用 奈何不了那个人 因为现在黄道法器都无用 还有什么比他更强大的 心不能平静 预示了结局 必败无疑 龙女盯着那株青莲 心有不甘 若非有他 肯定不会是这个结果 叶凡再强势 恐怕也得逃顿 刷 龙女转身就走 他知道不能继续下去了 此时之所以未败 是因为黄道法器在手 并不是他自己的战力 若再继续下去 必然会出现纰漏 到了那个时候 说不定就会出大问题 神明 黄金天女雪见星空的结局 也许会在他身上重演 万龙灵是黄气 威力自然无与伦比 刹那洞碎宇宙 击出一条安全的混沌通道 他迈步就走了进去 叶凡自然追击 不会就此放他离去 既然是仇敌 既然已经开战 便要有一个结果 他手持青莲 头顶着母气顶 化成一道流光追击 杭字绝被他运转到了极境 时间长河似在为他而驻足 且 同一时间 兵字绝运转 他尝试干扰黄道法器 进行掌控与改变 哄 突然 天塌地线 一条黑色的鲜铁棍 劈开了空间 砸向龙女 圣皇子出手了 手中的黑铁仙霞艳艳 锐彩蒸腾 此路不通 龙女脸色骤变 刹那又撕裂空间 向着远处穿行而去 然而嗡龙一声 他才刚刚一动 一股恐怖的气息就爆发了 一件石器破开了宇宙 携一种世界伟力镇压 有古皇威严气息 非常强大 是神虎的那件石器 此时落在一个满头发 撕乱糟糟的野人手里 砸落了下来 人魔 竟然是东方太医 消失多年后 他又出现了 回到了这片战场 他被困宇宙边荒 一座有缺的地震中 悟道 闯关 对抗某一可怕的种族很多年 终于生还而出 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 回来后 他直接从猴子那里接过石器 虎视眈眈 守在暗中 防止龙女顿走 龙女心中一沉 原来想走也这般麻烦 黄道法器对抗混沌清廉 消耗太多 此时不是在自主复苏状态 他知道危险了 叶凡一步一步逼近 手中清廉 虽然也一样没有了光泽 但是他自身足够强 这就是此时的根本强势所在 杀 龙女呐喊 绝带容颜上写满了绝绝 绣发飞扬 恶挪先驱 再散发圣洁的光辉 他的眉心在滴血 血丝落在黄道法器上 他这是在祭祀 让法器再次活过来 一是想借此活命 杀出一条生路 二是希望再次见到他的父亲 哪怕是战死在此 想在最后关头 看到那熟悉的伟岸身影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可怕的血战 混沌清廉 被逼再次发光 避海连天 遮盖宇宙 黄道威宇的地道法一同绽放 此地成为了永无星辰之地 很多年后 被后世人尊列为 绝灭禁忌之地 结局注定 黄道法器被打到暗淡 神奇即将沉睡 世人看到了一株可怕的清廉 他是这般的恐怖 在急到对抗中不落下风 奉陪到底 清廉防御力无双 好到黄道法器都暗淡了 最后一声吼啸 万龙灵突避光破 想带着龙女顿走 结果被叶凡以清廉一走 龙女跌落了下来 秀发披散 银白的翘脸上 写满了绝望 他知道 走不了了 这将是他最后一眼看这个世界了 可惜 入眼只有黑暗 连星光都不可见 被打没了 只有虚无 父亲你在哪里 他眼中有泪水滑落 呼唤醒了黄道法器 他就要死了 没有能够再见到谷黄虚影 心有遗憾 叶凡出手 右手抬起 对准前方 此时 没有对与错 此生既然是敌手 想容情也不成 对方一直崩碎几颗星辰 天庭损失不小 再加上以前的恩怨 仇早已不可化解 若是放了他 叶凡无惧 可是他身边的人 必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就如同那几颗大星 一夜间都被轰碎 他不允许这样的事 被此女再次做出 叶凡出击 天地全轰杀向前 噗 一朵七雁的血花绽放 一位绝代天女凋零 古黄血脉又少了一人 星红点点 血雨洒过长空 而后一切就此淡去 叶凡心中没有一点喜悦 默默面对 这条路很长 也很残酷 征战到最后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脚踏血鱼骨前行 注定了一世的沉重 更有无尽的凄凉 今朝他胜了 所以他活了下来 若是败 死的就是他 也许 将来他也会败 甚至更卑 成为别人地路上的风景 所有前尘辉煌都成云烟 衬托起一个更加强大的人 但是 只要他还活着 他就会一路奋勇向前 让自己更强 他失去了太多 有些人再也活不过来了 他无力救他们 比如说秦瑶 比如说神王江太虚 那时他痛恨自己无力 而今他要变强 守护好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让他们成为 这大事中可悲的血色风景 他要前进 对敌人不会手软 哪怕被众熊仇视 举世皆敌 那又如何 那本就是敌人 他会无情地出手 抹杀所有能危害到 身边的人的潜在危险 他要一路搏杀下去 纵然大敌遍地 举世狼烟烽火 他也无所无惧 要一路战胜 我的路 我的道 叶凡看到了未来的一角 注定会很艰难 成地路不会平静 而将是一幅血染的山河 而禁区战 也许有一天还会开启 更有那先路 亦很虚猛 这一事 这一生 只要他还在前进 就会朝着那目标前进 会遇到更可怕的大敌 要怎么样去面对 万道对碰 血色争承 既然注定残酷 那唯有正途而出 屹立在最绝颠 不为自己 也要为身边的人 要百胜不败 屁靡人间 万龙灵破入茫茫宇宙中 飞走了 没能阻住 事实上也难留下 没有真正的地气在手 只靠被动防御的清廉 不可能将他封印 这一战落幕 让星空中很多人心中 涌起骇浪 此战影响甚大 圣体强势崛起 以绝杀三大股黄血脉的战绩 向世人宣告了他的归来 这一战发生得太快 很迅疾 从开战到现在 战斗虽然很激烈 可是持续时间并不长 宇宙各地大势力还不知晓 唯有赶到这片战场 亲眼目睹这一切的人在阵战 这是一则金石的消息 需要马上传回去 告诉己方的人 不然自己人也许会犯下大错 此时圣体不可应封 黑暗的宇宙中 一些人瞬息远去 不敢耽搁 怕出大问题 我们侵占天庭的那颗资源星辰 还在被采决吗 赶紧还回去 不要问为什么 要快 我们夺的那处要塞呢 赶紧放弃 别多言 只因为它属于天庭 一个又一个主视者在焦急 部分人讯西灵通 宇宙中那一战传了回来 让某些组长坐不住了 组长 我们已经判处了天庭 脱离了他们统治的疆域 还要再去依附 我们已经杀了一队天兵 还能善了吗 主上 是您下令攻下天庭那座重镇的 怎么能怪我 是您亲手杀了那名天将的 叶凡 圣皇子 人魔同时归来 一个个都无恙 惹起了极大的恐慌 人们突然发现 天庭这个庞然大物 更加的可怕了 预料的衰败不曾出现 几人活着归来了 不过 也有人睁开了眸子 深邃如海 当中混沌气迷蒙 那是天地初开的景象 开河间射出恐怖的光 刺穿宇宙 遥望天庭 第1670章 庞然大物开战 宇宙无垠 过于广袤 无尽星系相隔太遥远 与之相比 生命很少 且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黑暗与冰冷 是永恒的主题 在这样的浩大的星雨中 消息的传递 有着严重的支持性 若非亲身经历 若非就在现场 不可能瞬息听到 只有关乎几身生死 涉及重大利益的人 才会第一时间赶向文派 宣告惊天之变 此时 一对又一对兵士在行径 走出一座新门 甲昼闪烁 都是铜金铸城 或手持战戈 或背着战戟 寒光闪闪 他们从远方而来 踏入这片星域 这是一股强军 一看就是精锐 每一个兵士都很强大 跨欲征伐而来 全都透发着一股肃杀之气 他们数量惊人 足有十万不重 在一些统领的环石下 有条不紊 纪律严明地走出 将要展开惊天动地的攻杀 在这股遮天蔽日的强者气息下 万物都站立 甲昼的森光 以及兵器的杀器 合在一起 群星都暗淡了 日月都在颤抖 为首者 骑坐在一头罕见的白色麒麟居上 上面坐着一个出城的年轻人 在骑旁边有一杆大骑 随神力波动而烈烈作响 鼓荡出天风 让诸多的允星都在摇动 要崩碎开来 骑面上课有两个大字 神庭 两字非常的醒目 散发着一股惊人的契机 宛若一尊要吞噬人的猛兽 画成了符纹凝柱在骑面上 这杆大骑骑面一展 隆隆而动 宛若雷鸣 又似战鼓 震慑人的心魄 更有阵阵龙鸣黄鸣声 让人含力 杀 将天庭不重全部斩尽 白色麒麟居上 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很俊美 甚至有点妖野 美丽的过分 只是缺少一些英气 过于阴柔了 他轻轻一挥手 后方的大军如虎狼般 向着前方那颗蓝色的星辰 冲沙而去 如一片钢铁洪流 震动了宇宙 群星乱颤 神庭地主的次子来了 带领十万大军 来剿灭天庭各部 现在直扑一处古关 他要一路横扫下去 彻底夺下 扫出眼中钉 神君如潮水 铺天盖地 淹没了这个大星 寒光照铁衣 冷气破消汗 让这里成为一片惨烈之地 扑 血光渐气很高 一个年老的修士 带着不解 带着不干 倒在了血泊中 白花花的头颅 沾满了鲜红的血迹 爷爷 一个少女撕心裂肺的惨呼 见到这一幕扑了过来 痴的一声 一道青色的剑光滑过 那纯真的面容 带着哭泣的稚嫩脸庞 一下子凝住了 一颗头颅飞起 无头的少女尸体 挡在了地上 神军太强大了 这颗星辰上的修士 根本挡不住 这是一群虎狼之师 极其彪悍 呼啸而过时 剑气横扫 但凡生灵全都被斩断 十万大军 冲入这颗水蓝色的星辰 杀得很干净 子同金矿中 神铁山脉内 还在采掘的人 根本逃避不了 全都被斩杀 血染红了他们 所路过的地狱 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杀 根本谈不上征法 这是不对等的 没有一点公平性可言 死去的人 不少脸上都写满了茫然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地已被天庭放弃了 他们都是无关的人 是讨生活者 怎么来杀他们 禀报少主 只有部分天庭众 杀了不过数百而已 愚者大多都是 这颗星辰的散羞 血在流 一个统领大步走来 银色战雪闪烁金属冷光 但却沾染着血珠 看起来恐怖无比 如同魔神般 白色麒麟兽上 悬疑俊美无双 一身白衣胜血 仙尘不染 露齿一笑 如一个妖孽般 他绝不像表面 看起来那么年轻 但自容就是这般出众 他嘴角擒着一丝冷笑 道 这有什么 向下一处 但凡天庭统治的疆域 都将化成我们的领土 前往下一处 一座巨大的新门开启 十万大军有序进入 这些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为百战之师 可以说 神庭过去打江山的第一军 寒光闪耀 这批神军来到另一片星域 登陆到另一颗生气缭绕的大星 遮天蔽日地杀了下去 鼓荡起阵阵血气与刚风 你们是谁 为什么闯入我们的家园 一个还很稚嫩的少年 悲愤地吼道 李叔死了 王伯被杀 张祖爷也被一剑批为了两半 这群假皱遮天 如恶狼般的雄狮见人就杀 血见矿山 扑的一声 他脸上带着不干 倒在了血泊中 没有人理会 只有一剑批来 他就成为了尸体 你们都是坏人 唬唬 还我哥哥命来 一个小男孩大哭着 跌跌撞撞地跑来 噗 一位统领 铁剑横扫而过 小男孩的头颅 直接飞起十几米高 小脸上的惊恐凝固在那里 血洒见而出 天庭不众少得可怜 讨生活不愿离去的散修 也只有八百人 没有扑杀到他们的兵队 更不要说什么一步了 一位大统领 亲自禀报 雪白的麒麟兽赏 悬翼风尘出世 连手指都是晶莹白皙的 冷淡地说道 那就接阵杀 赶往下一地 他们的痕迹都将被抹除 这是一条可怕的导火索 他在下命令时 根本不知道 将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影响 后世人称这个时期的血案为 刺子难 是一场真正血节的开始 宇宙太大 遥远的星河深处 叶凡战斗刚息 只有部分曾经在那片战场 出现的人知晓 而更多的人还不知 神庭地主的刺子上路时 根本不知远方的星域深处 发生了一场震动宇宙的大战 前段时间龙女 神明 黄金天女 全部灵力出手 或震遂天庭的星辰 或崩断天庭的古星 或在天庭统治的地狱 大开血沙 搅动起无边风云 而他健壮也选择出手了 近日 他神功大成 连身体与容貌都年轻了 达到了自身的一个极颠状态 信心膨胀 无比自负 此时 星空中的是在迅速地传播 向其他古域蔓延 得到消息的人越来越多了 引发了一场大轰动 而玄义等人还不知 一颗 两颗 共有四颗星辰被征伐 杀的人不是很多 不是数以万计 因为相关人都早已退走了 但是血杀得很残忍 很果断 很惨烈 少主不好了 星空中传来消息 就在他们要赶向第五颗星辰时 一名圣骑士 驾驭蛮兽冲过星门 脸色煞白 慌张到了极点 快速来传信 慌什么 玄义脸色平淡 一脸的不渝 很是沉稳和镇定 一身白衣 气质出众 圣体 叶凡 他出现了 来人话语颤抖 结结巴巴地说道 哦 他又出来了 难道还能逆天 真的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不成 玄义带着一丝淡淡的冷笑 很是沉着冷静 从容至极 他 杀了神明 杀了黄金天女 杀了龙女 圣骑士一口气全部说了出来 像是吐出了心中的一座大山般 艰难地尝出了一口气 什么 玄义变色 俊美的容颜上写满了不敢相信 三大古皇子四全都死了 这简直像是一场宇宙大爆炸般 震撼人心 怎么会这样 不是永远无法触及到那个领域了吗 被石皇 神须之主等人的残痕封住 现在怎么这般强大了 确信是真的吗 玄义也没到数 是真的 那一战刚结束 相信用不了几日 宇宙尽之 圣骑士达到 让玄义撤退 慌什么 此事经过了我父亲的首肯 他即便突破了又如何 再将成道者面前一样卑微 算不得什么 玄义强坐镇定 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态 可是却让绝美的容颜 显得有些猙獰 哄 又一座新门打开 又一头盛气冲出 大喊着 少主速退 叶天帝要来了 神庭即兴 让你快快离开这片星域 什么叶天帝 谁疯的 他算什么 连我父亲都不敢用这个名字 他算什么 玄义当场大怒 是 各路雄主叫出来的 少主赶紧走吧 他要回来了 来人满头大汗 好吧 我们暂时退走 既然神庭有令 我也得遵 玄义说道 为自己找台阶下 而后十万大军迅速通过新门 离开这片星域 叶凡崛起了 逆天归来 这则消息 让诸天各地一片喧嚣 一战灭掉三大古皇子寺的讯息 像是一股狂澜般席卷星空 震动了苍茫宇宙 所有人都呆住了 震撼莫名 这简直是一个神话 那可是太古皇的血脉 却被他抬手间强势镇杀了 地主赐子 叶凡眸光闪烁 刚回到天庭总部 就得到一则让他不快的消息 而黑皇 花花等人 则是直接炸毛了 他妈的活腻歪了吧 既然想血洗 我天庭 真以为是神庭之主的赐子 就可以为所欲为 杀回去 一定宰了他 肯定得到了地主的同意 不然他怎敢如此 这一次 四颗星辰死伤了的人不是很多 修士陨落今万 都是不愿离开 以自由散修为主 但是 这依然让天庭内部憋了一口气 憋了一团火 叶凡 圣皇子 人魔刚回来 就被人要血洗后院 怎能忍受 地主又怎样 让南南在这里坐镇 现在去杀地主赐子 人魔霸气地说道 叶凡眸光流转 光束射人 道 好吧 说到做到 下一刻 叶凡直接就消失了 其他人见状 果断开启新门 追了下去 悬疑带领人马已经回来了 退到神庭所统治的疆域 进入了一座雄关中 而后便不急了 他不幸有人冒犯他父亲的威严 来这里搅闹 不死天后何其强大 但对他父亲 应该也是有所忌惮的 连外界都在传言 与天后立敌的人士欺负 可见人们对地主修为之恐怖的认可 然而 就在他们从容回归时 这座雄关崩开了 一道如神魔的身影 深入神庭腹底 震杀而下 叶凡来了 从天而降 一把探了下去 抓向这个神庭绳子 你 神庭次子大叫 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还有人敢深入进来 快到他父亲的帝皇宫了 怎么还敢如此大胆 近年来 他实力精进 离准地只差一线之隔 而他身边的大祈 更是地主赐予的准地质宝 可护其性命 可现在却根本无用 被叶凡一把拎了起来 将他钉在半空中 冷漠地盯着 大祈招展 这是一件质宝 骑面爆发出恐怖的光 雷芒万众 扫向叶凡的全身 然而 赤圣光波一闪 叶凡法力滔天 根本无恙 甚至最后引动这种力量入体 探究这种力量的秘密 难伤身体分毫 那头白麒麟仰天嘶吼 人力而起 也爆发出了光 结果大黑狗从天而降 一下子就骑坐在上 将他压住了 道 从今以后 你是本皇的坐骑了 他邪逆悬一 冷笑道 骑白马就以为自己是圣洁天神了吗 也可能是本皇 还穿白衣 我看你是想披麻戴笑吧 放开少主 很多人大吼 那些精锐全都冲了上来 人魔张开大手 遮天蔽日 刹那间飞沙走时 将这个地方淹没笼罩了 他一把 就抓起了数万人 全都给镇压 你可知道 悬疑瑟利那人 再也没有了一丝从容 更没有了那种雍容的气度 与超臣的气质 现在他很害怕 叶凡拎着他 如同抓住一只小鸡崽子 噗 不等他说完 叶凡就将他的肉身给捏爆了 而后抓起他的元神 封在了那杆大气中 进行地狱式的末年 啊 悬疑在当中七里长嚎 痛苦到了极致 神庭要与天庭开战了 这一日 消息冲天 宇宙四级摇了三摇 颤了三颤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这怎么可能 两个庞大的势力 终于要决战了吗 杀我子嗣 肆无忌惮 想让我灭你们全部吗 时隔三百多年后 黑暗动乱结束 一直沉默的地主终于出事 且发出了自己威严的声音 你若杀我天庭一人 我便杀你一子 不信你来试试看 这一日 叶凡的话语也震动了宇宙 话语吭腔 强势回击 打费 队 批评 批评 连 诶 找